最近民众有經過北岸華山基金貴 一定比曾華這個汽油湯所起印 上少看他不是要抵水也不是要放水 原來是要邀請民众最愛新的光現湯 之前就是我們創辦人那時候看了一本書 那時候就是在韓戰的時候 然後因為就是戰亂 那有一間工廠他就是也是用一個汽油桶 那發起就是一員捐的活動 那沒想到這個活動就是聚集了員工的向心力 所以我們創辦人也希望說 可以藉由這個汽油桶這個發想 然後來喚起我們台灣對於弱勢團體 這個部分的一個服務這樣子 比到一般光現的時候 華山基金貴的光現所用的湯 不然大人幾十倍 又限定一次關一塊 讓北岸民眾好幾位關 附近點幾個分組所願 緊也時常來關注 期待讓湯仔趕緊出門愛心 還滿創新的耶 就是隨手有的話 就可以投一塊錢 這樣子還算不錯的 不太看 這要什麼摸摸 因為一塊的部分 是因為也不增加就是 民眾的負擔 就像那時候我們就是推行發票的關係 因為發票也是 就是不增加善事的負擔這樣子 這個Q湯仔要關閉 華山基金貴 尤其要二十多塊的一塊 對主城華黨來說是一大挑戰 如果說真的到滿的話 我們總會那邊有估算過大概是二十幾萬 對 那如果說真的到滿 真的累積到低桶金的話 那可能就是會 呃 舉辦一個 一個像破蛋儀式這樣子 華山基金貴表示 這個花黨全部不到的金牙 也要用來幫助六四老人 他們也期待 救到這個愛心花黨 帶動賓獎做公益 基金貴也歡迎賓獎 如果金貴這個Q湯仔 最會存下你的愛心 立元行大善 一塊積功德 記者的三層報道